在周深的演藝生涯当中呢 有一首歌极为重要 他不得不提 因为这一首歌的出现 让很多人呢 把一个只存在于自己手机歌单当中的 一个叫做周深的歌手 直接搬离了手机 注尽了自己的内心 这首歌就是《大鱼》 是由作词人隐约和作曲人前雷 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曲 其实这一对词曲作者呢 在之前的电影《何以生肖默》里面 已经创作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默》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听过 而在新的电影《大鱼海棠》里面 他们创作了这一首《大鱼》 是由周深演唱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周深在之前呢 参加了《好声音》之后 被高晓松发现 高晓松呢 也自费给他出了专辑 可是呢 高晓松给他的那个定位呢 在市场上并没有掀起太大的火化 但是当《大鱼》这首歌出来之后 周深在整个市场上的位置 就变成了一个闲鱼翻身了 类似于宫崎骏的那种画风 而且他背后的那个庄子的那个哲学思想 包含在其中让中国的这种文化第一次在这么大的一个动漫里面 完全的散发他的光芒 所以呢 这个电影出来好的口碑 我们很容易理解 那它的口碑是怎么出现的呢 我的想法 一方面呢 有可能是当时上映的时候 有其他的这个电影要对打嘛 拍点水军也是很正常的事 还有一个呢 可能就是因为悲剧的一些结尾 让很多人没有看到 那么圆满的 让自己特别爽的那种大结局吧 我想可能是这样子一个原因 说实话 大鱼的这首歌曲的风格呢 很像九十样的风格 当然因为也 他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电影 很像宫崎骏的这种画风 所以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他的脑子就有一些九十样的那些画面 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电影里面的 深含的这个哲学思想呢 是中国的庄子哲学思想 那这些哲学思想里面呢 充满了很多那种狭义的那种思想 我们在很多的这种武侠片里面 都能看到这种狭义的那种思想 为了成全别人而牺牲自己 不管你是为了一个爱情也好 还是为了一些友情也好 还是为了一个承诺也好 为很多东西牺牲掉自己的利益 而单单纯纯是为了成全别人 这个东西就是中国 是独有的一种文化 你以为了 感谢观看